全國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頂尖銀家節目 我是李建銘 今天的指數盤中最高來到9217點 回首來時路 如果上個禮拜二11月18號 你有李建銘的調是盤中的代理 恭喜 因為你剛好又是買在波段的最低點 無論市場的操作 不一定要買到標準 而是說在關鍵轉折點 你能不能做對動作 而我李建銘老師的話呢 我的專長就是什麼 抓轉折 選標準 低檔轉折我必須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還有義務 讓我的會員呢 買在別人不敢做多的點 回想看看上個禮拜二 全市場是不是極度的恐慌 你認為沒有航行啊 可是很奇怪今天你聽到什麼消息 他說呢 勞退基金300億資金 上個禮拜已經撥垮 很奇怪 為什麼上個禮拜二 當大盤連續兩天往下跌 而且呢 上個禮拜二呢 大盤是開高走低 收最低的時候 他不告訴你 勞退基金呢 已經正式的進場 而要等到大盤呢 已經漲了 到今天最高呢 9217點 漲了389點 才告訴你 已經進場 你不覺得太慢了嗎 這個就是股票市場呢 耳魚我炸的地方 不要聽消息做股票 而大多數人的看法到最後呢 一定是錯的 你要相信李建民老師 今天大盤的話呢 也沒有大漲 今天大盤只有什麼 你看喔 也不過小檔42點 而且今天很多股票呢 反而是逆勢往下跌的 而我們的標的呢 你看一下2368的金像店 金像店今天找完 第二份的漲平板 而這檔里面呢 我們的頂尖指標的話呢 早在這邊 我們看一下 早在11月20號呢 我們的頂尖指標就翻多了 然後呢 這個禮拜的話呢 李老師呢 也在前天 就在這邊 11月25號呢 我讓我的會呢 輕鬆的買在他 即將飆漲的點 即將喔 不是說已經飆漲了 好 你前天跟著我盤中的指令的話呢 恭喜你 兩天兩根掌銀板 15% 15%的獲利喔 只有兩天的時間 可是重點呢 Coach你還在考慮 你在想 在你等待的同時的話呢 你已經錯過了 很多標普呢 絕佳的進場點 就算你看我網路TV啊 或者聽我的廣播節目的話呢 那都來不及啊 喔不可能呢 節目中呢 告訴各位標普 然後呢 我才帶我的會員買嘛 一定是我的會員先進場嘛 我才在節目中推薦給各位啊 這樣才合理吧 你如果不相信的話呢 都歡迎來查我的口訊啊 好 另外呢 有一張股票呢 我說 這張股票呢 我曾經在8月14號呢 當做什麼 標普體驗 免費送給呢 你能夠打電話 竟然在投資朋友 3529的立望 你看看 8月14號的時候呢 當時呢 也沒有人認為呢 沒有人認為呢 他會一路的飆漲 這個現金可能沒有完整 反正就是說 255.5的時候呢 我免費呢 讓大家體驗標普 你當時呢 聽我的廣播節目 打個電話進來 恭喜你 他最高來到385 漲多少 51%啊 然後之前呢 我們高檔呢 我們在呢 335塊的時候呢 全數出薪 然後呢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我們又重新做買進的動作 好 投資朋友應該都很清楚 我們呢 是買在呢 大家不敢做多的點嗎 這個大家絕對呢 都可以去查我的摳訊 我們是11月20號的時候 11月20號的時候呢 我再度做買進的動作 又是買在起上點 喔 我在廣播節目呢 直接告訴各位啊 我們再度買 你有3天的時間布局啊 你不買的話呢 今天呢 是不是有持續大漲 是不是再度用金剛 一個禮拜的時間的話呢 你買一張可以賺多少 你買一張的話呢 你就可以輕鬆呢 賺45塊 一張賺4萬了吧 十張45萬啊 當然這是屬於我們 我們比較高等級的會員15 那比較高等級的會員的話呢 資金部位比較大嘛 所以我帶了他買進了3我9的力望 是不是給你喔 可是呢 因為你的等待 結果呢 欸我不是持股一頭拉苦啊 任何等級會員呢 持股只有3檔耶 3檔裡面的話呢 你看 就有金像電 兩天兩根漲0百 三五二九一塊給你黑 一個禮拜呢 漲45塊 你認為這是很容易的事情嗎 所以你要把持股集中啊 重壓才能夠大賺啊 今天也不是所有股票都狂飆大漲啊 我在呢 前天的演講會呢 也提醒太陽能族群嘛 你看六二四四都冒敵 演講會呢 前天的演講會 我還特別提醒了 太陽能族群啊 只是跌生反彈 結果冒敵呢 連跌兩天啊 大盤往上漲 好像不關他的事情啊 造點也不誤耶 甚至呢你看之前呢 全市場認為呢 全市場非常標的一個 標普3490的單景 結果呢 今天是重挫創要進行的新低啊 為什麼呢 因為外資持續的賣嘛 是被外資賣下來的啊 而昨天另外的話 這三大法人是同步買超嘛 甚至金像電的話呢 昨天的一個 頭型的話呢 大買3633張嘛 欸法人幫我們全部會員抬竅耶 所以我的操作有沒有領先法人 有沒有領先市場 所以如果你要跟著一個講誠信的 能夠在底部呢 買一些好的標的 然後呢 重壓兩到三檔 那你資金集中重壓 賺取你的短線跟撥到獲利的話呢 你就應該趕快呢 下定決心 因為呢 選後的標本呢 我鎖定兩檔 我會在選舉之後 這個禮拜六的話呢 就是選舉嘛 我要提醒各位喔 選後的第一天的話呢 如果開高你不要衝動跑去追高喔 而我也不會呢 在選舉之後呢 第一天的話呢 隨便去衝動追高喔 我的預測呢 我都喜歡呢 講在事前啦 我不喜歡適用馬後砲 對不對 我們要領先掌握這個行情嘛 所以如果呢 你在選後的話呢 你認為比較安全 你才想要做多的話呢 現在就是你絕佳的時機 我們今天呢 推出368感恩回饋狀態 老師什麼是368感恩回饋 很簡單 你打個電話進來的話呢 你就很清楚 重點是 你要趕快把手續辦好 因為呢選舉過後 我們呢 有兩檔的超級標本呢 即將進場 投資朋友呢 務必要好好的把握 電話活動 自然採運動 明天見 將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